从黑色圆筒内一一拿出美甲工具 台中这位谢小姐指控 日前报名网美美甲进修课程 只上了两个小时 要求对方退费 却遭到刁难 因为我一直要写 而且我还有传那些作业照片什么 也很积极的想写 然后也积极的抢之间给她 他们就一直延期 对 那我要怎么办 谢小姐说她当时网络报名 缴了五万五的学费 仅拿到价值2000到2500的美甲材料 上了第一次大约两个小时的课程 之后这位网美导师就已生病 有事连续延迟课程长达三个月 她实在受不了提出退费申请 结果对方只愿意退回两万五千元 让她超傻眼 之后在网络发文才发现 不止她一人 至少有六个人受害 组成了自救会 然后第二次才说是请 那个消防官会出来几次 小姐这样 结果欢迎你到床 拿出文件 谢小姐曾经两次申诉消防官 不过对方都拒绝出席 只能提告选求法律途径求偿 这件事一样需要创作 被指控的美甲师 在网络经营专业 有两万多名的粉丝 主打小红书款式美甲 也就是比较精致高雅的 美甲风格教学 全台北中南都有开课 吸引不少民众报名 想学习一技之长 感情很俗 是因为你还没感受到 钱带给你的好处 针对此事遭指控的美甲师 尚未回应 但是他的社群网络 还是不断更新动态 拿着大跌现金 开名车拍摄影片 投诉民众只希望 他尽快出面 把他们辛苦存的学费 还回来 TVBS新闻陈淑贤 两百一台中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